如今67岁的男星沈文成 当年靠着台语歌曲 心是谁人知而红遍全台 随后又陆续演唱不少 快智人口的经典歌曲 深受粉丝喜爱 出道至今 近40年 在歌坛屹立不摇 沈文成始终把音乐 当作支持自己最大的动力 也是使命 即便人生一直往前走 他始终回归初心 初心永不老 除了热爱唱歌外 沈文成私下其实更吃迷钓鱼 常常钓到彻夜不归的他 甚至还曾让爱妻气到 将他赶出家门闹离婚 而从小就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沈文成 到现在还是一有空 就往西边 山野跑 他借由花草体会人生 有时碰上沧海桑田 熟悉的老地方 因为一场大洪水 当然无存 你会难过 伤心 但也慢慢体会到 有天 我们也会像这些花草一样 就这样走了 然后生命将再度出现 人也是这样 我们总会离开世界 留下一些东西给后代 有一次 在钓鱼时 还险些发生意外 沈文成表示 当天一如往常 去西边钓鱼 他日常 有常做的石头 但临时想换换口味 去做另一颗大石头 没想到 石头不稳 但他整个人 跌入水中 因为事出突然 他下意识用手去阻挡 没想到 左手中指折伤 肿了好大一个 他笑说 亲友长寸他 年纪大了 做任何事 都要小心安全 他则把这次跌倒 当成是上天的礼物 第一 可能为他挡了灾 第二 遇水则发 湿了一身好清凉 然后手指肿起来 会发会发 发起来啦 沈文成表示 自己已经过了68个生日 比喻生日 就像树的年轮 一圈一圈围上去 也跟粉丝分享 年龄 年纪虽然大了 年轮又长了圈 但要保持年轻的心 正能量生活 也让身体的树更粗壮 更健康 沈文成出道40年 从实力唱将走到今天 成为知名的外景节目主持人 将大半个人生 都奉献给了演艺圈 不过当大明星 确实万众瞩目 也享受名利双收的滋味 沈文成自西餐厅助唱起家 表示对高雄感情深厚 因为跟江慧 在太平洋西餐厅共事 认识 后来出道之后 接获首次作秀邀请 正是高雄的喜香逢歌厅 当年秀厂老板说他红翻天 沈文成不敢相信 被老板带去六合夜市 绕一圈 才发现街头巷尾 都在放心是谁人知 让他激动喊话 阿爸 阿母 我真的成功了 但取而代之的是 沈文成也错过了好多 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刻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说起前后二任妻子 都带着孩子搬到国外的原因与情况 向来洒脱 气派的沈文成 也不禁触动到了心中最柔软的那块 罕见在镜头前 坦承这些年来对气小的亏欠 真情流露的模样令人动容 据报道 沈文成首先直言 第一段婚姻因为年轻气盛而离婚 虽然当初是与前妻二人共同的决定 现如今也没什么好在就是重提的 但唯独当年 让女儿跟着妈妈的决定 她想借此机会特别澄清 那时女儿还小 我总想着 女孩子不可以没有妈妈 加上我自己工作 整天上山下海 不在家 害怕照顾不好她 所以答应让女儿跟着妈妈 回首当年 沈文成虽然说得淡然 但神情中却早已不满了 藏也藏不住的温情与落寞 沈文成还接着透露 对于女儿的确会感到亏欠 总会想 没有陪着女儿长大 是不是该为她多做一些事 这些年来 情绪慢慢地积累 如今变成了心中的遗憾 至于第二人太太 沈文成表示 在1999年的时候 她同意老婆带着儿子 塞曼尼居加拿大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 分隔两地的生活 那时我看到小一的儿子 书包快比她的个头还重 每天念书到十一 十二点 我不忍心看到她 在这种压力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让他们到国外去生活 而我因为工作 就还是留在台湾 对此 沈文成明白 自己为了儿子没有做错 但二十年的异地相处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也承认 一开始也曾遇到过 相处上的难题 刚开始的确比较难熬 有时电话会讲到脸红脖子粗 儿子有时也会埋怨 自己为何这么忙 都不到加拿大探望他们 好在随着儿子越来越懂事 加上沈文成借着一年孩子身高中的暑期空档 带儿子一起出外景 享受难得的父子之旅后 成功修补了两人之间的亲子关系 可惜她今年五月 在记者会上松口承认 早已二度离婚 说完备受周遭朋友关注 她笑说 大家都很疼喜我 也分享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约过会 没有交过半个 不要再有一次 我怕了 未来想再找个伴吗 她说 随缘啦 交给官圣帝君安排 有也好 没有也没关系 自己过得充实就好了 她的儿子跟前妻定居加拿大 因疫情关系久未返台 父子俩靠视讯联系 她还有掌心官的后遗症 我不建议她回来 拜科技之次 按一个按键就可以看到了 她判从事珠宝Sales的儿子 以工作为重 并告诉儿子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甚至做好准备以后找看护 或把自己送去安养院 67岁的沈文成 恢复单身后 一个人住在台中 被问到如何排遣孤独时 她自豪道 我字典里没有这个字 我有宗教信仰 钓鱼 还有玩具吉他 重击 她每天早晨 先坐伏地挺身50下 被1899个字的金 包括心金 清净金等 然后有工作就工作 没工作就去西边钓鱼 钓鱼时 可以写歌 有时也会带锅子 去摘野菜煮拉面 每次钓鱼 每次钓完鱼都很感恩 结束了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她钓鱼只钓不吃 她说钓到会先拍照 亲一下 说阿姑亲一下 回去 然后就把鱼放生 要钓到那么大的鱼不容易 要躲多少鱼钩啊 她最大的天敌是人 她曾在蓝宇 钓到琉球黑毛 至今无人破她记录 好友张飞也称赞她厉害 能用那么细的紫 钓鬼偷刀 两人常透过LINE分享生活照 她还打算送自己的联名款 钓给张飞当作生日礼物 而沈文成之前 因常年主持户外登山节目 导致她从55岁开始 膝盖磨损 疼痛无比 用尽任何中心衣的方式 但复发状况依然频繁 后来沈文成爱上了竹浪追风 鱼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水也疗愈了她的膝盖 她的后车厢里 满满都是鱼具 录影衣收工 她衣服一换 就去找鱼了 人称老爷 骑海刀狼的沈文成 痴迷垂钓多年 也因为鱼得到了 双料金钟奖的肯定 不工作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追鱼 骑着重机在中部山区部落 汉鱼有找迅鱼的踪迹 我勒在追鱼 钓到之后再放走 好玩的是找鱼的过程 谈到鱼 沈文成就眉飞色舞 嗜好变了 人生其乐无穷 现在一谈到鱼 沈文成如数家珍 台湾鱼类的分布区域 在偏远的川流溪谷 她几乎都已走过 现在的她 非常重视自己的关节 以及膝盖 她说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老了 不用坐在轮椅上钓鱼和唱歌 沈文成除了主持钓鱼节目 深山野戏追鱼的印象 也深入观众的脑海 令人意外的是 由厂商相中 她对鱼的熟悉度与热情 此前 和巡龙鱼相关的保健产品 也请她代言 从开始接触产品 到最后接下代言 沈文成信心十足地说 我一定要分享给我的老粉 让他们七老八时 还能出来听我唱歌 而当时在拍摄过程中 遇到台风逼近 几次通告都临时改齐 外景小组很紧张 连日在山区部落抢牌 顺利杀青后几小时之间 风雨交加 沈文成开心地笑说 鱼也知道天气要变快 非常配合 拍得特别地顺 沈文成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 等膝盖养好了 台湾的每条溪谷 我都想再去走一走 和我那美丽的学会 而沈文成也因为爱钓鱼 差点与老婆离婚 由于沈文成爱钓鱼 到马来西亚出外景 即使在前往机场返台途中 一看到溪 也要求下车溪钓 钓个20分钟也好 他说以前常在溪边钓鱼 不回家 老婆一开始 还会从桥墩空头便当给他 最后气到 把他的钓具都丢掉 还放话要离婚 直到他拿到金曲奖 台语男演唱人奖 就像拿到了免死金牌 老婆也不再管他钓鱼 带着小孩移居加拿大 包岛的鱼很大 走遍台湾各地钓场 还远征黑龙江 黄河 新锦内亚 此前南北韩紧张 沈文成一度去不成钓鱼胜利几周岛 第二次才成功到达 又碰到了几周岛百年的一场雪 在几周岛时 沈文成钓鱼 玩雪 还不忘添钓鱼的装备 之后 钓剂可以输人 行头不能输 而他添钓鱼的行头 毫不手软 犹如女人买LV 光是在几周岛 他就花掉了五百万韩元 买钓具 光是运动服 就要七十多万韩元 加利四 五十只钓杆 价值也超过百万 连爱车宝石节里 在的也是钓具 在他的生活中 处处可以看到钓鱼的乐趣 年过半百 还能找到人生的乐趣 实在是相当难得 也祝福沈文成 能够保重身体 尽情地享受生活 以后